Hello, 歡迎來到暖夜廚房 今天的推介是蝦仁炒飯 很香的蝦味, 容易煮 Let's begin 首先蝦不用太大隻 中尺或小的都可以 雖然是蝦仁炒飯, 但太小隻 除了蝦殼, 會很辛苦 我建議你買蝦頭和蝦殼 不需要新鮮 如果是雪藏時, 記得放少許半茶匙 在水中浸泡1-2分鐘後 你才開始剝蝦殼 剝蝦殼要瀝乾水 不然待會放少許多油 會很爆 彈到周圍 首先要切些蔥 如果不是很討厭蔥 我建議你切多一點 因為炒出來會更香 蝦就要剝蝦, 洗乾淨 那些瀝殼千萬不要丟 因為要煉蝦油和蝦湯 怎樣可以一次過煮兩樣 然後煮到炒飯很香 蝦味 首先不要怕多油 因為要炒飯好吃 其實真的要加多一點油 首先要加油 這裏大概4-5湯匙 多一點也不要緊 因為蝦殼也蠻吃油 記得要有一個蓋子 把蝦殼倒進去 那時候會彈 因為要很滾油 先拜蝦殼 很多人煉蝦油和蝦湯 會說很腥 有腥味 其實是因為蝦殼還沒煮熟 所以要按一下蝦頭 按一下蝦殼 壓爛它 因為反正你都沒有用 那你就把蝦殼壓爛 跟油一起炸 炸到怎樣呢 炸到一會兒 這樣才為之 那些蝦殼 煮熟 就不會有腥味 你看到 這些油 吃得很多 我放這麼多 都只剩下 太多 太夠了 因為一會兒要用蝦殼 把蝦殼倒進去 把蝦殼倒進去 一會兒要用 還有 鑊不用洗 把蝦殼倒進去 然後就可以開火 把蝦殼倒進去 加一杯熱水 如果要煮其他食物 就可以多一點 像我那樣 那些蝦湯 一會兒 炒菜 煮其他菜 就可以加多一點 但不然 炒飯的時候 要4-5斤 炒飯 不然用冷炒飯 熱炒飯 即是用剛剛煮好的飯 或者用冷過夜的雞夜飯 炒飯 放冷 就先炒 很難 會變成一粒粒 有時候會變成一粒粒 加一點蝦 即是水 就會好一點 所以我就加蝦湯 這個蝦 先煎一下 然後加蝦油 不用加了 加一點 然後去炒 這個時候 就要有些蒜蓉和薑 為什麼用蒜蓉和薑 就是炒飯 炒飯後 不會為了一粒粒 好割 盡量變溶 炒飯會好吃很多 翻邊之後 就加蒜蓉和薑 然後用蝦 會搭配 蝦 味 還有蝦油和蝦湯 真的煉得不夠熟 即是熟 還有一點 味道 可以脫掉 然後 炒至六七成熟 就好了 每邊大概 30-45秒 就可以了 因為還要和飯一起炒 所以煮得太爽 過熟 剛才我補了蝦油 因為加了蒜蓉和薑 之後 再加一點油 再補 這裡 就要加一點 生油 再拌蝦油 因為如果不然 不夠 還有 加一點生油 就 蛋的位置 就不太容易焦 如果全部都是蝦油 蛋會比較容易焦 所以 加一點生油 再加一點蝦油 再加一點蝦油 蛋 我就不發了 因為 就這樣 其實很容易做 都很方便 其實我不想教你太複雜的菜 因為 都是那句 我煮到 你們都要煮到 太複雜了 一會兒 看漏了兩個步驟 就可能煮不到 蛋 這樣煮出來 已經是很香很香的蝦味 蛋蛋飯 都好像在吃一隻蝦 那麼香的蝦味 上桌 尤其是冬節 一家人 你有其他菜 再加這個炒飯 不一定 那些蝦 就不要加了 只要加一半 然後 最後 其他在上面 現在 你炒了 和蛋 看到嗎 很多粒粒的飯 現在要加少少湯 然後 你再炒 它就會散開 散得更好 然後 你再炒多幾下 其實那些水 因為你不多 蝦湯 很適合 然後 就會 炒乾 所以 不怕加少少 這些蝦湯 我做的 那些 我自己遲 再煮菜 就會 炒菜的時候 會加這個蝦湯 那 當然 你沒什麼用 就不用做那麼多 這裏 現在 加上蝦 炒 然後 加少少 胡椒粉 鹽 鹽 半茶匙 然後 加兩茶匙 醬油 為什麼呢 因為整個飯 其實 香 但是沒有什麼味道 你一定要加少少 味道 最佳 和蝦 就是醬油 加少少少 醬油 加上去 就會令整個炒飯都香 所以我不多 所以 醬油 就浸在鑊邊 不要浸在炒飯上面 在鑊邊 浸在鑊邊 然後 炒 當然 你想鹹一點 或者味道重一點 你可以自己加 但是 這就是我炒的 因為蝦油和蝦湯的味道 已經很濃 再加少少鹹味 好了 你看粒粒炒飯 都是乾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我煮到 你們都一定煮到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個讚 我訂閱我的頻道 按個小鈴鐺 免費的 大家冬節快樂 下次見 拜拜